我的牙套終於拆掉了 哈囉我是下巴妹妹 好久不見 今天開了這個相機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 就是開心的事情 沒錯經過一年又五個月的時間 我的牙套終於拆掉了 所以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 拆牙套的紀錄 那我們就廢話少說 馬上開始吧 早安 今天要去台北惠政 經過了大概一年又幾個月的時間 我牙套好像可以拆了 對然後現在是早上的六點 但今天就是 因為眼睛真的太腫了 所以我今天就素素的這樣 然後待會就戴個帽子跟一個眼鏡 OK 出發 我們每次來看診的時候都一定會遲到 我們每次來看診的時候都一定會遲到 因為我們約下午的1點50 然後現在已經快兩點 都會等一下 然後今天呢要去拆牙套了 這次要去拆牙套 再拆牙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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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回家了 我今天從2點多到那邊 然後剛剛用到5點多 然後現在7點多才到家 然後現在呢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牙齒 為什麼會弄那麼久呢 就是因为我们压中间还有什么做牙 然后还有旁边这一颗 左上最后一颗牙齿大助牙 对所以就是在利用半天这样 上面的前排这几颗牙齿 后面有连一个固定式的维持器 然后呢我大概过个三天后 我还要再回诊去拿活动式的维持器 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啦 因为今天我看完牙齿的时候 那个医生还有再放之前的照片 给我回顾一下 就是觉得说 哇原来自己就是真的这样子撑过来了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觉得蛮辛苦的 因为每次去调完牙齿 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吃东西没有办法好好吃这样 而且其实我本来很害怕的时候就是裁完牙套 不知道会不会好看这样 但是这个很漂亮欸 对然后我还想要跟你们讲一点就是说 戴牙套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勤劳一点去用牙线去清理的牙缝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前面就是在处理那个蛀牙的事情嘛 那因为我就是没有习惯在用牙线清理牙缝 所以就蛀牙了 建议如果真的的人或者是现在在戴牙套的你 呃建议可以清好一点 就是刷牙刷仔细一点 然后吃完饭还是什么就是用个牙线去清理干净这样 对然后再给你们讲一下 我发现其实拆牙套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好可怕喔 因为今天它拆完之后 然后还用一个就是咿咿咿的这个东西 然后震到我头皮真的是迷迷茂忙你知道吗 这这个超麻的 因为它就是一直震动 然后震到你整个头都很麻这样 然后清理完然后还要洗牙什么的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斯友苏 我是风狗烟 周一是周五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喔 byebye 一些程序然后 我这个洗牙真的是洗到飙泪你知道吗 因为它真的是用那种很强的那种水柱 它可能怕你那个牙缝里面有什么结石什么的对 所以我才跟各位说为什么要勤劳一点用牙线 它就是怕里面有结石还是什么 然后所以它就是清得比较深入这样 因为那时候真的太痛了 所以我就没有把相机举起来路过程这样 怎么就只有录一小段 但这样子成果上是满意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值得也很感动这样 而且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梦想 就是可以这样子很滑顺的这样填牙齿 有点恶心 但是今天真的实现了 好爽喔 哈哈哈 认真觉得女生对自己的付出呢 其实都是有回报的 回报呢就是这个美帝的脸蛋 ok 值得 开心 就是擦牙套日记 这个是刚拿到的维持器 我是只有上牌粘固定着维持器 下牌没有粘 所以我下牌的话是要带整天 然后上牌的话要带晚上这样 好ok 那我的正二路程呢 大概就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很感动啦其实 我现在呢放个几张照片 跟你们一起回顾一下 对没错我之前就是长这个样子 大家是不是都快忘记了 其实现在还是会常常想到 就是之前啊会很常 就是怀疑自己 就是很怕说如果我做了这个改变之后 如果生活还是一如往常 我要怎么办 一样的不自信啊 价值观一样病态啊 一天到晚 负面情绪总是大于正能量 到底要怎么办 会不会我唯一的改变就只有外表 所以我为了自己付出了这么多 我还是在原地踏步欸 我最终到底会得到什么 之类的这些想法 但真的很开心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哦 反而是脑中就是少了那些破烂的 思维想法价值观 现在呢完完全全就是 专注在自己身上 好好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最近啊就是输入了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想法 大家可以听听看 就是说 世上啊从来都不缺漂亮的女生 因为漂亮的女生多的满街都是 也不会有人一辈子都为你着迷 所以呢女生真的不要一心奢望 别人能给你什么 女生啊必须学会独立 思想独立 经济独立 生活独立 你呢才会是一个有魅力的女生 所以人家说20岁以前漂亮 那是你年轻再漂亮 如果说到了30岁40岁50岁 甚至是60岁 还很漂亮的话 那就代表说 你是真的活得很漂亮 是不是很有道理 所以呢更认真生活 更懂得好好爱自己 更认真的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跟自己的目标 这些呢就是我近期在努力的方向 因为呢我必须要成为我刚刚上述说的那种女生 所有一切呢都要有目的性的在变漂亮 而不是为了漂亮而漂亮 应该听得懂吧 OK所以最后的总结呢 还是值得两个字 是最适合形容我这一段心路历程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活越美丽哦 那今天呢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